堂堂韩国最高检察官 竟然亲手把自己作恶多端的儿子 送上了全民法庭 当他的儿子看到这一幕时 彻底的疯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最大的保护伞 那个前几天还信誓旦旦 保证自己会平安无事的伟大母亲 怎么忽然就反咬自己一口 他哪里知道 在他母亲心里 高高在上的权力 要比他这个儿子重要多了 眼看着自己在国民心中的信任度 已经跌到了惨不忍睹的5% 他决定背水一战 为了换取民心 牺牲他这个在国民心目中 横行八道的韩版正关系儿子 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但他并不是真的要大义猎亲 而是只是想走的过场 实现既赢得了民心 又能保住自己儿子的结果 就这样 在他重重拿起 轻轻放下的思路下 他所掌控的整个检查系统 都在配合他演出戏 以至于一开庭 所有之前指证的人证 全部临场倒戈 在他觉得自己的计谋要成功时 那个全民偶像 乐魔法官江汉站了出来 面对着已无人症的情况 江汉直接开启了 全民网络举报 让曾经被他欺负过的人 直接视频连线举证 现场审理 这一下 检查长自己都傻了 看着满屏的举报人 纷纷诉说着他宝贝儿子的累累罪行 他自己都迷糊了 他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十月怀胎 怀的到底是个人 还是一个禽兽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就因为 要给他这个儿子投票定罪 全韩国网友都拿出了 双十一手速疯狂戳着手机 以至于韩国手机 当天的唤新率 都翻倍的增长了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 检查长都放弃了 可他那个宝贝儿子 却还嚣张的大闹起法庭 眼看自己要被重判的他 甚至开始在法庭里 耍起了泼皮无赖 不过他的一顿又闹又鬼 也改变不了这汹涌的民意 随着恶魔法官最终宣判 所有人都傻了 谁都不敢相信 消失了几千年的远古酷刑 还行 竟然会重现韩国 就这样 这个曾经在韩国嚣张跋扈的 韩国郑关西 成为了第一位 享受这一战国 十七远古酷刑的韩国人 当通过直播看到 这个郑关西 被扒光了让几米粗的木棍 无情的鞭打画面时 民众都彻底疯狂了 整个韩国都陷入了 如世界杯夺冠般的庞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